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我们聊一下纽约在封锁了80多天以后,纽约终于迎来了重启,这也是一个好消息。 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以来,纽约人民特别是茂密的人口密集的马哈顿,一直处于封锁状态之下,和武汉差不多, 人们待在屋里边,而且不能出去防备疫情的突击,这几天感染率已经下降到几乎为零, 而且连续几天,纽约也没有死亡的现象,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。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6月9号,纽约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大城市,终于迎来了重启, 这个是大家欢心鼓舞的事情,早上以来好几个朋友就主动过发信息, 而且非常高兴,从家里边总算解放出来了,这也是个好消息。 第一是零售业,农业,建筑业,制造业,批发业,或者是这些方面,首先是复工的, 办公室可能在两周以后再复工,这些复工的人口统计一下大致有40万人。 纽约市政府是这么规划的,如果一切受力在没有反弹的情况下, 两周以后将进入下一个彻底的重启,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可以在6月底之前返回自己的办公室。 不过餐厅或者是这些地方要进到第三阶段复工, 因为人们现在仍然是不敢到餐厅去吃饭,不敢去这些地方,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谨慎。 我们也知道当前面临的局面仍然不容乐观, 大家都还是考虑这个疫情会不会再复发。 这种情况下,人们还是去餐厅吃饭,还是不敢的。 受这些疫情的结束的影响,美股今天继续上扬, 而且道雄兹指数上扬了1.7%, 标普500上涨了1.2%,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.13%, 就是在今天2月份以来,跌下去的股票到今天为止全部涨了回来。 迎接这个好消息,今天我们上午举行了一次论谈会, 和一些众美专家讨论了一下中美冷战的疫情, 以及疫情结束以后,中美华侨应该如何对待,应该如何做。 这个重启以后,我们想了美国纽约作为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, 将恢复它在金融中心中的地位,而且继续引领着世界的金融。 当然,在疫情中,纽约人民还是深受了重大打击, 全美国的感染人数通过了一百几十万, 死亡人数到上个星期为止是接近十一万, 这也是一件大事情啊。 所以说纽约人民呢,也是身心受到了恒大打击, 在这种情况下呢,失业率肯定会大幅上扬, 这种情况下呢,我们认为造成了恒大的规模的游行, 这些人没有死心可做以后,政府不让出去, 所以说呢,他们就举行了大规模的四维游行, 这个情况下呢,也有抢劫的,也有放火的, 当然,政府也对这些进行了镇压, 对这些,这些当然,就是抢劫和放火这种事情是不能纵容的, 这种事情呢,不能培养,特别是一些黑人的无产阶级, 如果说是抢劫和放火成为良性的话, 那美国社会就没法呆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呢,更多的人恐怕找不着工作, 因为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很高的, 据美国的劳工部统计是, 有4200多万人已经引领了救济经, 第一次引领救济, 这个呢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局面, 说25%到35%的人口是没有工作的, 在这个过程中呢,就要永久失去工作, 以后能不能回来工作呢,取决于他自己, 所以说,个别地方的洪乱局面呢,还会存在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挽救经济呢, 如何扩大就业呢,达拉川普政府也是非常着急, 各个州政府也是非常着急, 因为有了好的就业,有了好的经济现象呢, 社会就会安定,经济人民呢, 就会出现繁荣的现象, 这是大家所派望的, 所以说, 人们担心呢, 可以使,如何呢, 人们担心事情是, 经济变得红乱, 但是人们也应该操心说, 如何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呢, 变得更好, 所以说, 我作为一个纽约市民呢, 生生地祝福纽约, 能进入良性的循环的状态, 希望这个疫情呢, 永远成为过去, 当然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说的情况, 虽然这次疫情结束了, 但是人们仍然应该保持着安全距离,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, 这个疫情呢, 确确实实, 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,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, 也加剧了中美两国的对立, 中美两国呢, 借拔斗章, 形成了冷战的格局, 形成了完全脱钩的格局, 这种情况下呢, 就促成一些先知先觉的人, 思考应该如何办, 包括我们也应该琢磨思考, 这种情况下, 我们如何能才能活得更好, 回到中国恐怕是不行了, 因为只要在独裁情况下, 回到中国就得不到更好的信任,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, 每一个人, 每一个华人都在思索着, 在未来的格局下, 自己如何发展, 但是好的情况是, 纽约终于解除疫情封锁了, 越纽约越来越繁荣。